哈喽,大家好,这里是浮相救人,我是小郑,今天给大家教一个阶段性的作业 这是我养的蟹枣兰,现在都已经开花了 而且开的还不少,大部分的花苞都已经开花了 一般我们养花养到这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成就感 但是往往也就会因为成就感而疏忽照顾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延长蟹枣兰的花期 那怎么延长呢,也很简单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停止施肥了 蟹枣兰它已经开花了,说明盆土的肥效已经足够了 如果现在继续施肥,反而会导致花苞提前开败 再一个就是减少浇水,停止喷雾 浇水一定要减少,盆土不能一直处于一个湿润的状态 不然也会导致掉花苞 喷雾会导致叶片和花朵处于湿润的状态 花朵也会提前的凋谢 最后就是我们如果有发现开败的花朵 我们可以手动的及时给它摘除 将这些开败了的及时摘掉 之后就能让养分集中供应给剩下的花苞 能让这盆谢早兰开花更好 那今天关于这盆谢早兰的介绍就结束了 关于这盆谢早兰的后续